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现在网络上到处都充斥了AI生成的内容 包括文字 图片 声音 视频 越来越多的模态都被AI给攻占了 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聊一聊 AI生成的内容到底能不能有效的被识别出来 我们以现在最流行的AI检测工具GPT-Zero为例 如果我们把美国宪法的文本放到GPT-Zero里 它会告诉你这份文件肯定是由AI生成的 同样对于圣经中的内容 检测工具也会告诉你 有88.2%的几率是AI编写的 国外的一个大学的教授 由于怀疑学生们都是在用AI写论文 就把学生们的论文也放到了 像GPT-Zero这样的AI检测工具里面 用检测工具的结果直接挂掉了大部分的学生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学生 其实都是自己写的论文 这就把教授和学校都搞得焦头烂额 那么为什么AI检测工具 会有这么离谱的检测结果呢 这就必须要理解这种AI检测工具的原理是什么了 我们可以从GPT-Zero的创始人那里 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虽然不同的AI写作检测器 使用的检测方法略有不同 但是它们的原理都是类似的 那就是用一个经过了大量文本训练的AI模型 然后建立一套推测的规则 用来判断这篇写作更像是人类写的 还更像是AI写的 以GPT-Zero为例的 它的核心是一个神经网络 这个网络是基于大量的多样性的人类写作 和AI生成的文本训练而成的 但是训练数据的重点是英文的散文 然后这个系统会使用像困惑度 Poplexity和突发性 Burstiness这样的特性来评估文本并进行分类 困惑度是衡量一个文本 偏离AI模型在训练期间 所学到的内容程度的一个指标 正如AI公司Hugging Face的 马格丽特·米切尔博士所说 困惑度是这种语言基于我所看到的内容 有多令我感到惊讶的一个函数 所以测量困惑度的原理就是 当AI模型 比如ChatGPT去生成文本的时候 它们自然会选择它们所最擅长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就来自于它们训练的数据 输出的内容离训练数据越近 困惑度就越低 但是人类是一种更加混乱的写作者 或者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会突然写出一些天马行空的文字 或者说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但是人类也可以写出低困惑度的文字 特别是当按照法律 或者某些学术风格来写作的时候 除此之外 人类使用的许多短语 其实是出奇的常见 或者说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比如说作为人类 如果我们要猜测 给我来一杯 这句话中的下一个词是什么 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会在这个空格上 填上水 咖啡 茶 饮料等等这些词 实际上一个接受了大量文本训练的语言模型 它也是这么做的 因为这些短语或者词组 在写作中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从AI的角度来看 任何这几个结果的困惑度都会非常低 因为预测会相当的准确 现在如果出现了一个不太常见的填空答案 比如说我想要一杯蜘蛛 那么人类和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模型 就会感到相当的惊讶 或者说感到困惑 什么是一杯蜘蛛呢 它的困惑度就会很高 因此如果一篇文本中的语言 对于经过训练的模型来说 并不让它感到惊讶 那么文章整体的困惑度就会很低 所以AI检测器就更可能的 将这段文本认为是AI生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 被认为是AI生成背后的原因 本质上美国宪法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 在这些模型中已经是非常根深蒂固了 以至于对于AI检测器来说 它的困惑度就非常低 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GPT-ZERO的创建者 Edward田曾经说过 美国宪法是一个被反复 输入到许多大语言模型 训练数据中的文本 因此这些大语言模型 训练的结果就是 能够很容易的生成 与宪法和其他常用训练文本 相似的文本 而GPT-ZERO在预测 这些大语言模型 所生成的文本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问题在于 我们人类也完全有可能 创作出困惑度很低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写的文章中 可以都是大白话 常用的句子 类似于 我想要一杯咖啡这样的句子 这就会让AI检测器的结果 变得很不靠谱了 因此仅仅利用语言的困惑度 来鉴定文本是不是AI生成的 这种方法并不可行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GPT-ZERO衡量文本的 另一个属性是突发性 指的是某些词或者短语 在文本中快速连续 或者突然出现的现象 本质上突发性 是在评估文本全程的 句子长度和结构的变化性 人类往往会有比较动态的一些写作风格 产生的句子长度和结构是比较多样的 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写一句长而且复杂的句子 然后接着是一句短而简单的句子 或者我们可能在一句话中使用一连串的形容词 然后在下一句中一个形容词也不用 又或者说我们突然写出了一大段的排比句 这种变化性是人类创造性和 自发性的一个自然产物 另一方面AI生成的文本会更倾向于 使用更加一致和规整的节奏 至少目前为止还是这样 处于早期阶段的大圆模型 生成的句子长度和结构会更加的规则 这种缺乏变化性的现象 会造成突发性分数比较低 从而表明文本可能是AI生成的 但是我们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 突发性也不是检测AI生成内容的万全之策 就像困惑度一样 人类也可能以一种高度结构化 以及一致的风格来写作 导致突发性的分数很低 反过来一个AI模型 可能经过特定文本的训练 可以来模仿更加人性化的句子长度 和结构的变化性 提高它的突发性分数 实际上随着AI语言模型的改进 有研究表明 它们的生成结果 已经越来越像人类的写作了 最终可能不会存在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强调的区分 人类写的文本和机器写的文本的方法 AI写作检测器 虽然可以作为一种猜测性的判断 但是它的误差边际太大了 不能完全依赖于它们给出准确的结果 那AI检测器到底还有没有用呢 应该说对于AI生成的内容 特别是文字内容的检测 在未来应该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在未来想要训练拆TGPT这样规模的语言模型 很可能现有的人类数据已经快不够用了 在去年11月份 MIT的研究人员就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的评估 认为机器学习的数据集可能会在2026年之前 耗尽人类目前所有的高质量语言数据 于是很多大佬们都表示 未来可能会用AI生成的数据来训练AI 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 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至少目前看来 AI生成的数据对于训练AI来说 可能会是有毒的 最近莱斯大学和斯坦福团队研究发现 将AI生成的内容未给模型 只会导致模型的性能下降 研究人员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 叫做模型自视障碍 简称MAD 研究发现在使用AI数据之后 经过第五次迭代训练 模型就会换上MAD 换句话说 如果不能给模型提供新鲜的数据 即由人类来标注的数据 那么它的输出质量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一方面大家都在研究 如何方便的给AI生成的数据打水印 让新生成的AI数据 能够方便的被识别出来 从而避免被拿来进行AI训练 另一方面 面对于未来可能会大量出现的 没有水印的AI生成数据 把它们和人类的数据区分开来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否则整个人类世界的信息 就会被逐渐的污染掉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实发生的 什么是AI生成的 目前来看 在如何检测AI生成数据上 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突破 大家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可以发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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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